華府的一黨優勢結束了 民主黨八年後重掌眾議院 紐約時報評論 民主黨靠的是在川普不受歡迎的選區裡取得勝利 所以當勝出來了 就很甜蜜 我是Joyce 告訴我你很驚喜 我非常驚喜 為什麼 新的血 在共產黨裡 真是很棒 因為我已經有足夠 幫助民主黨贏得眾議院控制權的另一重要因素 是粉紅力量 民主黨今年參選的女性人數創下歷史新高 從數字上來看 共270位女性參加2018年州長及參眾兩院的競選 其中 眾議院女性候選人為239位女性 這個數字創下美國史上最高 而239位的眾議院女性候選人中 共和黨52位 民主黨187位 佔女性候選人數的78% 民主黨女性競選人數 相較2016年等於暴增了52% 而且眾議院過半需拿下218席 從目前已經統計出的票數來看 民主黨已經穩拿超過220席的席次中 確認當選的女性議員 目前為止就佔了88席 佔了眾院民主黨議員的4成 女力 不但成為民主黨贏得眾院控制權的重要因素 更將435個眾議院席次中的女性席次 從84席一口氣推升到至少100席 創下美國史上最高的一次 總格來看 今年至少共121名女性當選 同樣是史上最高 其中103名為民主黨 共和黨女性為18人 明年開始的116屆新國會 將呈現每5位議員 就有一名是女性的局面 不只參選與當選的女性人數 創下歷史新高 她們的當選和代表意義也格外多元 也都創造了歷史記錄 像是在紐澤西州 民主黨從共和黨手中搶下了三席重院 唯一的女性謝里爾 硬是從川普在2016年大勝的選區中 插起成功 我覺得我們可以有一個變化的影響 因為很多人都經常破壞的階段 我覺得女性 這就是我們整個生命的活動 今天我們是在歷史上 民主黨的民主黨 民主黨才是才會 去大女性的活動 他就是去大革命的活動 女性的活動 第一件朝日 暴力能成為 女性性的活動 要是當選法 男性的活動 分別 不是特別 mayor 女性的活動 就是能夠 這麼大屆新的活動 以及第一次竞选公职 29岁的柯特兹 就在纽约州 以78%压倒性优势 击败共和党 成为美国史上 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纽约时报评论 女性的胜利 是两年积极行动的成果 这些行动始于 川普总统就职第二天起 发生在全国各地的 妇女大游戏 以谢里尔为例 她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 开始接受当时 如以后春笋般冒出的 妇女组织的训练 最后走向第一线 加上MeToo 女性自学运动的推升 华盛顿邮报也发现 女性关注的议题 不再只局限于教育 和生育自主权 而是更扩充到健保 移民 枪支泛滥 和环境 这样的热情 反映在今年投票的选民中 女性占52% 高出男性的48% 且据纽约时报的调查 女性选民对其中选举候选人的捐款总额 虽然仍比男性少 但比2016年大选 大幅成长了36% 尤其另一大进展 先任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裴洛西 一般预料将重返议长报座 我祝你明天会在美国新的日子 若回国成功 现年78岁的他 将成为华府权力最大女性 仅次于美国政府总统的 全美第三后政治领袖 今天比较关于美国和美国 而是关于公司的扩充和平衡 向川普总统领袖 尽管裴洛西有望重新领导众议院 但是八年前 众议院就是从他手中失去 加上一般认为 他与华府建制派渊源深厚 宣前民主党内就有20多位的众议院候选人 公开与他划清界限 表明不愿 继续立体 连共和党都砸下约薪台币30亿 猛打裴洛西 将民主党候选人与裴洛西挂钩抹黑 Pelosi's going all in for Colin Allred Bankrolling this campaign with thousands in campaign donations For Pelosi Allred's a sure bet Loyal and Liberal Allred wants a federal government takeover of healthcare 32 trillion in new spending Almost doubling the debt Taxing Texans to pay for it 但对此 佩洛西只耸着先说 这代表我的地位举足轻重 佩洛西1987年就选上联邦众议员 当时众议院只有23名议员 但他脚踏三寸高跟鞋的拼命三郎态度 曾在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抗议 再加上积极反战 以及推动堕胎法案 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暴躁的极端自由派 但是只是他的人认为他是 90年代起民主党捍卫人权价值的灵魂 他在2007年只掌一锤隔日 立刻以公开信给总统布希夏马威 要求撤军伊拉克 今年2月佩洛西依旧脚踩高跟鞋 站上发言台 滔滔不绝连续发言长达8小时 除非打卡案获得保障 2018年期中选举 佩洛西的角色更吃重 一方面他需各地站台牵引年轻女性进入国会 一方面他是募款吸金机 据统计民主党募到的每一美元 有一半是佩洛西的功劳 其中选后隔一天连川普都不得不 对可能由佩洛西带领的众议院 又惊又恨的与代威胁 民主党重掌重院 在席次不到三分之二的情况下 要行使总统弹劾权仍有困难 但仍有传唤证人及调育证据之权 以及启动调查权 华盛顿邮报评论 佩洛西是在掌众院一纯的第一人选 不只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能领导和折冲 更是因为现在的美国需要他 他能训练带领一群女性议员新秀 而且他可能是唯一能让川普惧怕的人